我们在世纪末出生 过去 现在 未来 九世代的声音就在这里 早午晚安安 给身处任意时段的你 带来今天的节目 欢迎来到本周的世纪末的酒 我是班 我是易雪 我们今天呢 太好了 我们又是用抽出来的题目 每次有困扰 我们就用随机来解决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不是已经一直都是这样子了吗 对 真希望人生也可以这样 每次有困扰就让我随机解决 抽个钱就好了 对抽个钱就要解决了 但是听起来只是很迷信的人的做法 我也觉得感觉是去办法说 我这样可不可以 好好好 请不会 可以 可是我其实没有抽过钱 因为我觉得他会一直给我抽杯 如果他真的有存在的话 他会给我抽杯 我好像没有抽过 但是我有带日本人去龙山市 所以你自己没有抽过 我自己 我抽过日本的钱 但是我好像没有抽过台湾的 他会他会不给你抽吗 日本的钱 哦没有 日本的钱就是你付钱就可以抽 但是不会 他不会要你去问他 用不愿意给你抽 对对对 神明不可以拒绝你 对对对 你不要先问他说 我抽这个钱可以吗 然后不行就要再换一个钱 那我今天可以抽签吗 不行之类的 不会这样子 还好我们的题目是用日本方式来抽 他怎么样都要给我们答案 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去台湾的 没有试试看 太级烈 不过我们今天 我们用日本式的抽签 抽出来我们今天的题目 今天题目还蛮有趣的 应该说对于我们来讲 是比较近一点的回忆 至少不会是小学回忆吧 对啦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就是用一句话 来形容自己的大学生活 姑且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 不需要去 五年内 已经五年了吗 不要说出来 好久 至少一只手 至少一只手 好好 一只手可以算得出来的 小学要三只哦 对 这个闭嘴 比较近的回忆 所以我们就稍微讨论一下 凭节目要先准备嘛 我们觉得很有趣就是 不知道各位 如果现在问你 如果你还没毕业的话 你就 让我很羡慕 你就可能 你可以想想你的过去 可能高中国小 或者是你说幼稚园的话 你就关掉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不适合给幼稚园讲用听 我怕他们听不懂 对 那如果你是已经毕业的 社会人士的话 不知道各位如果听到说 大学这两个字 你会想到什么 你会想到什么关键字 所以我们就想一下 艺雪如果讲到说 你的大学生活 我们就讲三件事情 让你最印象深 可能你马上会想到的会是什么 第一件就是 不能再当朋友事件 它是事件等级 超国小生的事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上了一堂 同事课 然后拍了一个影片 得了佳作 对 然后第三个是 跟学校完全没有关系 但我就看了 喜欢的舞台剧的台湾公演 但是它在大学 生活的时间 它在大学时间发生的 所以对 那这三件事情 就是跟你后来决定就是 你要选哪一句话 来形容你的大学生活有关吗 有 有 哪一件事情有关 其实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吗 都有关系 就是不同层面的关系 那我们就先交给艺雪来分享 就是 他的这一句话 跟这三件事情的关系好了 我的这一句话就是 虽然学校的朋友很少 但在外面过得很充实 那这三件事情 听起来真的蛮有关的 对 这样还蛮有关的 来 一件一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们直接照时间 其实时间点我一点 不是很确定 反正好没问题 我们就是照我刚刚讲的事件 就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不能再当朋友的事件 因为讲出来很轰动 就是什么 大学上会发生这种事情 很荒谬 大都成年人 就很荒谬 就好像是我大 我有点忘记是大二还大三 反正就大概那个时间点 就是我一开始有跟系上 就是我们算是四个人一起 就那时候算是 第一堂课吧 还是第二堂 就是老师不是就逼你要做自我介绍吗 什么那种 浪费生命的课程 那种事情 大学有自我介绍 看老师 看老师 然后刚好可能那老师那时候有 他就说 因为好像那个老师刚好那时候 是我们那一年的班导 那还蛮合理的 对 然后他就说 那这样我们大家自我介绍 就变成说 我们那时候就是 坐附近的几个人 就变成算是大家一起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四个人一起 然后在这四个人里面呢 有两个是通勤 因为他们就是那个 离没有很远 可以通勤的人们 说明天我是一个海边的学校的 所以他们也是住在海边 对 之类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 然后还有一个 一个不跟你当朋友的 对就是市主 市主 讲市主好市主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住宿 所以后来在大一下的时候 就是那个市主本身 原本是住学校宿舍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跟 高中同学 一起到同个大学 所以我们不同科系 可是就是我们后来就决定一起住 所以我就跟室友们 一起住的时候 然后我们那一层就是 那个下学其实有个空房间新的 然后刚好那个市主 他就他想要搬离学校的宿舍 因为他觉得他不喜欢公公未遇 而且时间很 就是晚上会被影响到 对 所以后来他就等于说 他就搬了出来 然后就搬到跟我们一起住 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同楼 对对对 就是不同间 然后可是那就是一起住 所以因为我们又大家都会选 因为到一起行动 所以我们就会选一样的课 就大家会讨论好说 要选什么课 选什么课 然后就一样课 然后就一起上课啊 干嘛干嘛的 然后就是就是这样子 然后其实大家都相安无事 也没什么 然后因为他也是个 有点像宅宅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可以讨论一下漫画什么之类的 但是有一天 就是有一次突然开始 等一下我先讲 我们还会一起煮饭 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去买了小冰箱 然后买了电磁炉什么 会一起煮饭 你生活重叠率很高诶 对 就是过了非常的 好 你们相安无事的过了好一段时间 对 然后有一阵子开始 我突然觉得说奇怪 为什么 我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都爱理不理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诶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的话其实有点不爽 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要我热脸贴你的人屁股 我就觉得 我自己已经没有很开心 然后有一天 那你们都没有讲为什么 对都没有讲 就突然的不太合的感觉 因为我其实 因为我想要跟他讲话 他都没有 不是很要理我的意思 我就想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我想说 你不讲 然后我跟你讲话 你也没有跟我讲话 那我就不想问你 因为问你也很麻烦 因为感觉就不讲嘛 然后就有一天就是 因为我刚刚不是讲说 我们会煮饭吗 就有一天我就要进房间 因为是在他房间煮 因为他房间比较大 然后他房间主要煮饭的时候 我就看他房间门 他常常就看着我说 你知道为什么 最近都不想跟你讲话吗 我就 大告白 对我就心里想说 来了要讲的是吗 然后他就开始讲 说什么 我们之前有一次 很久以前 一个月前 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说 就是他觉得 我讲了一句话 冒犯到 侮辱到他的人格 但是他在一起 事到如今 我其实还是想不起来 发生什么事情 对 但是我知道 我当年有跟颁奖 然后颁奖的时候说 什么 你这样跟我讲的时候 我很开心 但其实我忘记发生什么事 对 我记得那件事好像是 不知道是他很会做饭 还是做什么 就说他很适合被包养 好像是 类似的话 就类似 的确那个词是比较有争议性啦 但是 他也没有讲 就有点尴尬 对 因为他说 后来他就跟我讲说什么 他觉得 就是我讲话 应该好好想一想 他觉得我刚刚 我那句话 侮辱到他的人格 他当下就 老实说就是你生气就讲 对 然后他就说 而且他说他当下 其实没觉得怎样 他就是 一个月的反复思考 突然觉得怎么样 对 突然觉得说 越想越不对 我怎么可以这样子 侮辱他的人格 对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 他就跟我说 我没办法再跟你当朋友了 对 这故事听的时候 其实就是 一学的几个朋友听到 就是大家会有点纳闷 是 这种情况很多时候 是讲出来 是希望得到一个道歉 对 但他好像也不是 对 他就是告诉你结果 就是我宣告 这件事情结束 就是我宣告 我们不会再是朋友了 对 就是我不需要 你的道歉 不需要干什么 就是我思考的时候 突然觉得不行了 对 就有点 突然 对 对 就是反正就是 结论就是我跟他 不再是朋友了 嗯 他后来就搬走了吗 对 他后来就搬走 而且我真的 搬走这件事情 就让我人不爽 就是 他就搬走之后 把我们共同 合买的电磁炉啊 冰箱通通都带走了 冰箱也带走了 对 但其实那个也不算冰箱 它就是一个 小小的 小小 然后它可以比外面室温 再低个10度的东西 但它不是到真的 就是我们知道的冰箱 但就是 说真的 以学生来说 那还是不少钱 对 可是因为 也不想跟他吵 对 我也不想跟他吵 所以其实 就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虽然说 有没有分手感 超像分手的感觉 分手不想讲 你要分财产 你就拿走 对 可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让我有一阵子 其实有点人间不幸 就是我今天那阵子 我真的只跟室友来往而已 人间不幸是指不幸认人类 你刚刚又是日文吧 对对对 就是总之就是我对人 我都不是那么熟悉的 不是我从以前 就认识的朋友来说 我都其实有点 我会怕吗 就是会怕再把 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突然的 又突然说 又发生一样的事情 对 对 然后就 对这是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不能再当朋友的事件 对 就这是符合你刚刚讲的那一句 就是虽然学校的朋友很少 对 然后就是大二大三的时候 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是 我还 其实还是有几个 跟戏上会共同一起 成上课的人 但就没有像之前那样会 好到可能还会 我们之前会一起去动物园玩 还是我们一起去 儿童心乐园玩之类的 为什么去儿童心乐园 儿童玩 好 听起来很像社友会去的 然后就是还是会有一些 可能固定会一起做报告的人 什么什么之类 但就不会有这么深的交往 就是 只是同学 对 然后后来到大四的时候 讲第二件事情 就是上了 通试课拍的影片 这件事情 那两个课是环境未来 我不知道我们学校 为什么那种什么 神秘的未来学 通试课吧 它是通试课 然后就是未来学 没有上题东西 然后我上的是环境未来 然后环境未来的老师 那时候就叫我们要拍影片 就是选一个议题 然后去 你觉得它可以 怎么样可以更好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因为我们的主题是交通 所以我们那一组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大家就决定 我们要去拍Ubike的影片 就是要觉得说 现在Ubike是这样 那要怎么样可以变得更好 然后可能对世界更好 包含对Ubike的使用更好 所以我们就拍了一个影片 然后它的片名叫做 新阿姆斯赫朗 旋风喷射 阿姆斯赫朗 微笑单车 真的很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就是这个名字 是出自于一个动画 漫画 动漫 对叫银魂 到底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 其实我也忘记 就是那时候就是 刚刚因为我们那一组 其实大家都相处的还蛮好的 然后我们还 就是拍了影片什么的 然后这个影片 我们还得了学校的 就是有个奖项的佳作 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 等一下想到大学 你三件事会想到这个 是因为这个名字吗 也不是 因为说这个就是 难得让我会 很认真在做作业嘛 就是度我来说是一个 因为我是读历史系的 所以其实历史系 是不会上到这种东西 就是不会做到这种事情 所以能拍片这件事 我觉得还蛮有趣 就是在我大学中 还蛮有趣 而且因为还有个点是 我在这堂课 我交到了一个 到现在都还有联络的朋友 他没有跟你讲 我们不能当朋友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反而 这个人其实不同系 但反而 我跟他到现在还有联络 我现在其实没有 系上的任何朋友 是到现在还有联络的 真的假的 真的是认真 我是认真完全没有 跟系上的人有联络 只有偶尔就是 当时还会一起做报告的人 会突然问我说 你东京有推荐的民宿吗 日本通的概念 对 这也是可能跟等一下 那个要讲舞台剧 有关系的一点 对反正就是 第二点就是我在这里 拍了一个神秘的影片 然后交到了 到现在都还有联络的朋友 对啊 所以其实这段件事情 跟朋友都有点关系吧 突然感觉 至少前两件事 目前听到 对其实两件都有 然后第三件就在讲 外面过程充实 好 这算是快乐的部分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我喜欢看舞台剧 喜欢看日本的舞台剧 所以那时候刚好算是 有在外面交到了 就是志同道合的网友 甚至网友们到现在都还有联络 网友 就是一起看剧的朋友 因为喜欢剧 有现实中还是有见面 对对对 喜欢剧 然后一起认识 还一起出国 然后还第一次见面 还是在日本见面的时候 我会不会你是说 就是你们一起在线上看剧 然后到现在还有联络什么的 所以是有出来 有 见到面的 有 有 而且我们还有几个 是在日本第一次见面 在日本第一次 都是台湾人 也是蛮酷的 都是台湾人 在一起 还做了那个 应援活动啊 之类 就是印了布条 请大家签名啊 对 就其实还 蛮有趣 就是我刚好又趁 大学段时间 把日文学好了 对 我觉得像N1也通过了 就是日文基本上能跟 日本人有交流啊 什么什么的 异学是我的日文老师 对 我相信刚刚听这样 大家应该都稍微知道 异学就是他是很喜欢动漫的 对 然后他会接触 他会接触到 舞台剧这部分 我觉得在台湾算是 比较少人会接触到 尤其是日本舞台剧 现在比较多了啦 可是我觉得现在 大家都是看台湾的舞台剧吧 应该是说 因为现在日本那边的趋势 就是越来越多的动漫 会改变成舞台剧 所以台湾也越来越多人知道 对 就像现在很红的鬼面 也有舞台剧啊 这是叫2.5次元 2.5次元 对 我想想还有什么 其实之前晋级的巨人 也有要舞台剧化 就是只是因为那时候 就是发生了 比较不好 就是有那个 算是动作类的监督 就是他们要做 那个立体机动装置那个 动作类的监督 都就是有过 不小心就是因为意外过世 所以舞台就停掉之类的 但是就是 现在日本 2.5次元很红 嗯 对 好 如果我们的听众对这部分 有有兴趣的话 留意让我们知道 欢迎 我搞不好以后会再做相关主题 对 艺学它真的是 涉略非常的深 快乐 它大概是沉在那个水的最底部那边 脚里面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要上来的意思 好赞 好啦 不过听你的故事分享就 嗯 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你 想到最后决定是这一句的话 很切合吗 还蛮切合 就是虽然学校朋友很少 但是在外面过得很充实 对 的确蛮充实 听起来很快乐 对 就是在兴趣这方面大学的部分 真的是 琢磨了非常多 现在也没有放弃嘛 快乐 对 现在还是继续的 有资本 来享受这件事情 只是现在去不了国 出不了国 对啊 对啊 要等疫情过后 对 好啦 那艺学分享完就是它的 我们跟今天的主题 一句话形容待会生活之外 就是 好 那去换我 就来讲讲 我的大学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的发想也是一样 最开始就是想了三件事情 嗯 结果我很惊讶 就是我瞬间想到的竟然是我读了很多书 我真的 我真的有 你有惊讶吗 我其实有惊讶 其实有惊讶 对 其实 因为在高中的时候 我跟艺学是高中认识的嘛 我在高中的时候真的 你有看过我念书吗 考试前勉强 考试前你有看过我念书 不是 就是那种 我们会去图书馆 但是在图书馆 只是会拿出书 但有没有在看书 这是另外一回事 原来重程度 我们会去图书馆 有 我们偶尔回去 真的 你知道我有大 把那个《龙闻生的女孩》三集的电影都看完了 而且是半夜 我就半夜想说 我真的一学起来都没有念书 我真的其中考一下就能看 结果整个晚上就完了 三部电影看完了 然后第二天就是 一天亮就要去赶公车 我就很好 我脑袋非常充实 那三部剧情我都记住了 那天是考怎么样 我忘记了 但是就是 就是擅长的课目 当然还是考得好啊 一如往常就对了 就是不会的课目 不感兴趣的课目 就是不会就是不 对啊 那如果会的课目就会啊 就其实没有办法的 可以理解 然后上大学之后 其实 我觉得我大学 就是真的 大概高中认识 我的人都会很惊讶 我大学是非常认真的学生 真的很惊讶 老实说 我高中的班导 倒没有很惊讶 因为我高中班导 他当时就说 我很明显就是 我很挑科 就是你有兴趣的 就很认真 我有兴趣的就是课外的我也读 我就是不会读 我不感兴趣的东西 课内我也不读 但我感兴趣的东西 课外的我也疯狂读 然后当时就 其实有一些老师就说 他们觉得 我很适合那种 美式教育 就是选修科 对 所以他们就觉得不意外 就是我上大学之后 就是毕竟他们跳了科系 前几期我们都讲到 谈科系这件事情 对 其实我的科系 也不是我想念的 但大家都说他很适合 他也真的很适合 我也真的很适合 而且意外的就是 进去之后 其实很多东西 这种学术专业的东西 你进去真的念 跟你在外面旁观的感受 是差很多的 对 那其实我念的 好我可以透露一下 我念的是传播相关的科系 然后这个科系呢 大家原本都以为 传播就是可能你要 播报新闻 或者是做一些影片剪辑等等 但意外的没有 我选的科系刚好是 在传播科系里面 学术含量最重的 对 他其实很需要 他第一次知道吗 第一次知道 因为其实我们在 在我们学校的传播学院里面 我们的科系是里面 学术含量最重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本身是要学语义学 然后他这个科系的 本身的核心价值 在美国是在做政治宣传 这个科系出来的人 是要做幕僚的 所以 适合你 对 你知道我跟讲过 我大学有 就是双佐修科系的教授 说你还不要去重振 有啊 而且你要当政客 对 他就说你要重振 你要选举 教授我会资助 他就说 虽然钱不多 但是我真的会资助 然后他就想说 其实教授你很多立场 跟我 就是你是右派 我是左派 但是 对 但是你要资助 我还是不要 对 其实我的人生 听到很多人叫我去重振 不要 真的不要 那是想要不归路 对 但是意外的就是 进去这个科系之后 的确还是会有一些 大家既定一下的传播 科系会要做的事情 拍影片或是什么 不过那可以分组完成 那一般来讲 我会主动接 其实我不会接报告 可能高中那时 我的人都会以为 我会是负责报告的那个 因为 因为他是那个 这题外话 他那时候是那个 毕业生代表致辞 哦对 笑死 而且这次其实很黑箱 因为我们学校不是用成绩选 大家都是用成绩选 不是就是 慕名其他就说你去 然后就你去 对那时候是我就是进教务处 跟老师聊天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跟他聊天 然后老师就看着我说 你是不是很会演讲啊 你要不要毕业生致辞啊 就内定了 天哪好黑哦 超黑 超黑 而且其实你知道 我是在校生致辞吗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都是他 超黑的 就是二年级的时候在校生致辞 三年级的时候毕业生致辞 就是一部纸我观看这样 觉得这个应该在校成绩前几吧 没有没有 倒数的 有成功毕业就 笑死 好反正就是结论就是 我的大学就是意外的 虽然是传播科系 但是它是比较学术类的 然后进去之后 我也意外的发现 很有趣 就是对于学术类的事情 我个人很喜欢看这样的数 然后加上呢 后来就觉得 学费很贵嘛 那我们学校有一个优点 是我们双主修或辅系 是不用另外付钱 因为像 我们要看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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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会你们学校是 都要另外收钱 没有 就是你去扶那种什么 外语系 几乎就要 就一定要钱 我以为是外语系不用 不是因为那人会很多 很多人想要 是抢的关系吗 对 而且就是你 你扶系的话 你不能上正规的课 你通常一定要上晚上的课 因为人太多了 对 那你们申请有条件吧 我不是很确定 因为我原本其实有想 就是我原本就原本想要去扶日文系 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要喜欢日本 想要扶日文系 结果因为一来是太热门 二来是要晚上上课 然后你又要多付钱 就是你没办法 所谓的享受学校的 这是怎么讲 生活 大学生活 不是就是应该说 我其实已经付了这么多学费 为什么我今天要洗之类的 后我还 你会觉得他的教育资源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用到 对因为人真的太多了 而且你知道我们都选不进日文系的课 日文系的课真的只开给日间部的日文系的学生 而且服系的不能少 对 对我们学校是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学校是 sorry 是成绩有标准 那当然热门的科系成绩标准就会很高 可能你一年级全年都要90以上 但有的学校可能是用ABCD去分 但可能要全部要A级以上 就很严 然后后来我是选一个就是 一样是传播院校里面的 是一个有包含数据分析 或者是程式设计的 因为当时我就是莫名的务实了一下 觉得这个世代果然还是必须要一点 程式设计的背景 比较容易找工作 或者是干脆就走这一行 比较有钱 讲白点就是有钱 所以我就去双组修这个系 但是双组修到后来 我虽然是拿到了学位也毕业了 但我也是确定我绝对不要走这条路 程式设计真的 真的没有兴趣很难做 我真的是很痛苦 但是真的这样整个回想之后 我大学 我大学其实念了四年半 因为他有双组修 就为了双组修有几个 因为双组修他们也要毕业展览 然后我自己的科系也要毕业展览 所以我必须两个毕业都参加 还蛮硬的 所以当时因为毕业展他们的课时间是刚好撞到 我就必须要再延后去参加他们的毕业展 所以你只能选其中一个 先把一个搞定之后再做第二个 对对对对 如果他们的差别是在于 我自己本科 我刚刚不是说学术比较重吗 那我们的毕业可以选择 你要参加毕业展 要实习还是要写论文 我自己也选论文 因为我觉得实习可以自己去外面找 不需要占一个学分 然后毕业展的话我觉得 就不需要 你真的很认真 对我很认真啊 我真的 我真的是很认真 真的 真的以前认识我的人不会接受这样的我 哈哈哈哈 然后我双主修的戏就是毕专 因为当时他们就不需要写程式 然后研发App啊什么我就参加这部分 不过我是负责企划的部分 我是负责 而且你知道双主修之前事情最麻烦的是因为 你不会跟他们班很熟 所以你不可能尽得了他们班成绩最好的人 我是跟他们班的8加9一起 就是 然后不能讲 然后他就让人歧视 就是他们班比较混 大概十个科目会当到五科的那种人一起一组 可是他们那一组的优点是他们 不会很严格 但是也是假日要跟他们去麦当劳讨论 算还没有效率啦 不过优点就是 你教的书面他们不会有意见 因为他们做不出来 对 他们觉得有东西就好 对 我可以去做后去就好了 而且后来我就要报告 书面也很高分好不好 哈哈哈哈 而且 好了他有个小小的优势 就是读那么多 就是认真读书 跟认真在系上 跟教授 嗯 算是博感情吧 有点是我后来有进双组修 那个学校的 那个科系的一个教授的办公室 就在那边算打工 然后当时 很多我正在修的课 跟那个避展课 都是那个教授带的 嗯 所以其实私底下 我甚至还曾经改过 我自己在修的课的考卷 超级的对不对 这个有点多 这个有点多 对 但就是 就是教授 就是他不知道怎么 他就觉得你没问题啦 他就说你来考卷我改好了 我觉得没有问题 其他就搞定你帮我改下去 我就 老师 老师你的助教很忙是不是 我只是说 我还去资料 而且 哦 这边要插一个话 第一题讲好久 但这边要给大家一个忠告 真的要跟老师搞好关系 真的 为什么呢 就是 因为其实像后来 我已经大四 大五上的时候 已经在外面 我还有在实习 所以那时候其实时间很忙 如果你的科目 是必须要团体报告的时候 老实说 每一堂课不是都会有毕业门槛吗 对 可能期中考啊期末考还有报告占分 嗯 那个其实并不是硬性的 哦 是可以跟老师谈 嗯 所以我当然是直接跟老师谈就是 因为我太忙了 就就就就一边很 可是老师 就是大家赚钱了 我要赚钱 我要实习啊 所以老师我可不可以就是你那个课啊 可能我有时候会迟到啊 或是那个团体报告 我真的找不到时间做 所以我可不可以改个人报告 嗯 对 这时候博改情就非常的重要 老师就觉得 OK 对 好 而且老师说到大五那一年 就我剩下的课都是同一个 就是我在打工的那个办公室的老师的课 然后我几乎都持交 我都持交 可是老师对我很好 他就说 你这个报告 本来可以A加 可是你都持交 就要扣分你知道吗 给你A加 没有没有他可能最低不到A加 我就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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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加硬高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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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博改情真的很重要 again 大家真的要尽量的 这个世界是靠关系 在学生赶快把握机会 瞬间感受到为什么我适合重镇的吧 有没有看到政客就是这样 政客就是这样 好啦反正第一件事情 就真的读了很多说 然后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刚看的字都 有点有点虹妙啊 但是 瞬间想到大学的时候 就是我真的很迷恋 我们系上一个教授 我的迷恋程度是 我把他写的书 我都买下来了 超赞 对 就是一个 我就是很喜欢他 他写的文字我都想要看 他写的书都是一些什么 就是一些学科的书 不是 真的我插化一下 你看他迷恋一个教授 迷恋到他的书全部都没看 你知道我当时多痛苦吗 就是我那时候修了某一堂课 我们教授是逼我们一定要买他的书 就是要买他的书 然后用他的书上课 然后才可以考验 而且你知道他的书 他会直接就是 就是第一堂课就点名说 多少人登记一下要买哪些 然后几本书这样子 那不买会怎么样 其实也不会怎样 只是就变成说你没有教材 但是我跟你说 他教材根本就是乐 对不起 说出来了 没什么用的东西 对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有提到过 我有一点忘记 就是他翻译的名字 就是可能这个名字原本叫ABCDE 可是他到第三章的时候会变成ABCDF 就是名字会错 所以他的校正有问题 对他校正有问题 而且总之他有时候 你还是历史系的 对 也没有系可以错 已经不是ABCDE跟ABCDF 只差一个字 就是那种就是什么 福士德跟法斯特这种 其实念起来是一样的字 还是他用的是别的国家的翻译 我不晓 可是总是你前后同一个人 你应该用一样的翻译 所以重点是这个点 我觉得如果你全部都翻福士德 或是全部都翻法斯特 或是你觉得谁新的人吗 新的角色出现了 我怎么不认识 对 结果没有 不 你知道我那时候看超久才发现 等一下 这个人做的跟前面那个人做的是一样 他是同一个人耶 我真的超惊讶 诶 你那时候认识系真的可以这样搞吗 我那时候真的从此 太不如写原文 我从此之后 就是他的东西我就是放着 然后或是 因为我们后来在修他的第二堂课 因为没办法 我们教授的太少 就是你没有课可以修了 然后我们就几个人合买了一本 然后大家就是看那一本 然后去就是 其他东西都是用Google的 我们作业都是Google 但反正之后有pass 对有pass 只是觉得真的是把气 不要再多给他上一次课了 对也不要再多让他赚钱了 好啦真的 我们下一次一定会有一集 就是在讲我们遇过的荒谬老师 到时候他应该会再出现吧 有可能 然后不好意思 打插谎了 但请继续 好不会不会 反正我就是 对我很迷恋那个老师 然后运气不错 是这个老师的课是不用 我们其实没有教授一定要买他的书啦 他的书其实 对他的书其实也不是 跟他上的课有关的 是他个人的研究部分 就是他的研究报告 我就去买他买 我就这么迷 然后当时我喜欢的教授 他又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虽然这个名词 目前听起来有点 争议性嘛 那是因为很多人把女性主义 跟女权搞混 对所谓的女性主义 它的核心价值 其实是比较倾向于 关怀弱势 那这个弱势并不是指女性 只是因为女性 在多数的父权社会中 它是弱势群体 加上最开始提出女性主义的 几乎都是女性学者 对所以他的名词是这样 但他的重点是在于 弱势这一块 所以我当时的教授 他是一个非常 就是在系上很有名的 女性主义者 就是他所有的那种示威 他都会去 就是只要跟弱势有关都会去 另外他自己也是 知名的基金会的 就是那种常务董事 或者是那种 对 所以 所以因为他是女性主义者 所以我为了要跟他 有共同话题 虽然我甚至没有胆 跟他讲话 但是我为了要跟他 有共同话题 我还去读了 女性主义的书 这跟我专业完全无关 超级无关 对 但就是你知道 人为了爱情会被 人为了迷恋会做很多努力 没错 但是有一个好处 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就是我当时因为研究这件事情 我后来实习的时候 遇到的朋友 就是因为这样而遇到的同好 就是那时候 我就是实习遇到的朋友 就跟我讲到说 最近有某某学者的 就是演说 我知道 这个对话很不像 一般人会进去的对话 他就是在看YouTube 还是什么东西 他说 因为学者最近有线上演说 他自言自语 然后我总是说 是那个XX吗 一个同样的明星 要来台湾的感觉 然后他说 你知道那个XX吗 我说 是他吗 他会演说 请大家把这个部分 代换成那个圈圈圈 偶像明星的名字 你就可以懂那个画面 但他是一个女性主义学者 他要进行线上演说 然后我就 我们去报名吧 我们一直都被脑开 他那演说 天哪 对还蛮荒谬的 但是意外的就是 有这样的交友朋友 而且我们就到现在都还要联络 我们还一起开了节目 就是那一位 啊就是那个 对 好反正就是 因为我迷恋这个教授的关系 虽然我真的在他面前超恼的 就我在所有教授面前 就是可以侃侃而谈 然后甚至可以开玩笑啊 然后 就是很荒谬的讲一些干话 但是 我在这个教授面前 他甚至是我的论文指导教授 但是 他是 但是因为是抽的 就我们不是自己选的 我自己选我才没有敢选他 我也觉得 我想说 怎么可能是他 没有 而且 对我们知道的时候就是 我当时就是真的不敢讲话 我就坐在他的办公室的沙巴上 然后他就问一 然后因为我都做得很好 因为我不希望他失望 所以我都会把我的进度做好 所以就没什么问题 然后就他就默默的就 你都不讲话了吗 我就 没有没有啊 很难想象到我可以这么结巴 对 但我就很挠 好 我就很挠的毕业了 但我还是很爱他 这就是我大选第二重要的事情 我很害怕 超级迷媚 超级级烈 好啦 那第三件事情 就跟读书比较没关系 我原本在想第三件事情 应该要选了社团之类的 就比较有点学生气息 但老实说 我大学对我印象比较深的 反而不是社团 就我社团其实参加了三年 我大概到大一到大三都在学校 对 还蛮久的 都在社团 然后我是钢琴社 那当时大二大三我当干部 所以其实占了很多的大学时间 对 的确他是要做很多行政业务等等 那 但是对于我的人生影响的大 其实是实习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 要努力找实习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从刚刚讲到现在 我还没有讲我这个句子是什么 对 对 因为讲实习就要讲个句子 这个句子就是 我大学一句话形容大家的生活就是 义务教育都没有这么认真 但是说真的还是不够 那为什么不够呢 就是从实习这边可以开始讲 实习这个东西啊 我要先语重心长的 以过来人的身份 跟各位还有机会的人说一句 老实说实习它其实 并不是大四身才可以做的事情 其实很多人可以考虑看看 在大一就开始找实习 尤其是现在有知新的实习很多 那如果不知新 你自己的可能家庭环境 是能够支撑得了你的日常生活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 因为它其实都是一个工作经历 那加上它在于人脉上的帮助是很大的 听起来又很正直 但是 政客朋友 但是它真的就是对于你的 未来的拓展视野啊 等等的方向都蛮重要的 那我个人是到了大四 才有在外面实习 在那之前几乎都是 不是几乎 基本上就是在学校当系上的教授 不是教授 系上的助教 能够当教授就好了 我想啊 想要当教授的同事 做的不是教授 就当助教 或者是就是办公室打砸啊 之类的这种东西 那就到大四 我还直接去找实习 老实说我也是 蛮懈怠的 因为老实说现在想 就算当成以自己课研忙 或是以自己社团忙的理由 搪塞说 所以再晚一点也没关系 可是老实说 这都是给自己的借口 如果现在回头看的话 我会觉得真的不够努力 就是包含了 可能刚刚一学的时候 想要多学日文 可是你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我也是花费了不少时间 好啦 就是像学日文这部分 我也是最近就是 拜一学为师 其实开始学日文 但其实大学老实说 空前时间应该还是很多 像寒暑假 寒暑假都在干什么 其实我 好啦说真的啦 大一二三的暑假 一二的暑假都在耍费 认真讲就是耍费 因为我找不到短期打工 超赞 所以你是回家吗 还是 其实我就是回家 然后我是 大三生大四的时候 我才找到了打工 但其实认真说啦 就是 我前面 其实我原本那个暑假 我是想要找实习 然后我也真的找到了 哦你有找到啊 其实我有找到 你有去吗 后来 就是我有录取 但我后来没有去 为什么 呃 因为就是我后来发现 一来是 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 其实没有信息 因为它是有点像是 教育类的吗 还是 对它是 某个 基金会 雇居 雇居的 那个就是 类似 属旗的 导览员 但其实它对我来说 最困难点是因为它 一来是它不执行 哦它不执行 它不执行 我后来才知道它不执行 我一开始以为它有执行 因为它没写 嗯 对然后它不执行 然后它在 山上 哦 所以还真的是很困扰 就是它的交通很不方便 嗯 就算 因为我要从海边 跑到山上去 然后 你知道那路有点远吗 嗯 就是 它在山上 然后它又不执行 嗯 对 就是其实我后来 认真考虑之后 我就跟他们说 虽然我觉得 我虽然其实有录取 但是我 而且那其实也跟我的科系 有点 算是 像是有关 有关系啦 可以有关系 对我其实原本是觉得 还蛮期待 就我那时候找到的时候 还觉得 可以试试看还蛮不错 但后来就是 没办法 后来就是拒绝 然后我去打了工 对我去夏令营打工 也是不错啊 至少有打工 对 但是我也觉得就是 我大学四年 荒废掉的寒暑假 也蛮多个 比较有印象 有做点事情的是 我有去上海 修一个学分 嗯 然后 我有去台大 修四个学分 我还是在读书 有没有 我还是在读书 等一下你好认真哦 只是想我都在读书 对啊 我跟你讲 我毕业的学分 比我应该要的学分 多超多的 因为我多修了很多东西 跟你们说 我毕业的时候 我只跟你讲 我连速度都记得 我毕业的时候 需要135个学分 我为什么还记得 然后我刚好就135个学分 就是我有多 就是刚刚好合格的学分 刚好就好 我是就是 反正我就是多很多学分啊 然后门槛 大概大二就已经达到了 就是同事的门槛 那后来就是基本上都在补 双组修跟兴趣学分 就是 我可能几乎每学期都是25 而且你知道可以超修吗 我知道啊 嗯 可以超修到30 但是后来 我不去有没有超修 反正是真的 真的很认真读书 好 等一下回到重点 重点是 虽然我暑假 也有几个学家都在读书 都在拿学分 太认真了啦 诶 认真就是校季选课很推荐 就是暑期寒假 都会有一些校季选课 是算学分 通试分的 那为什么推荐的是 因为当时可以认识 很多不同学校的人 嗯 而且他通常也都会有分配 一些团体合作啊什么 就是很有趣 因为我当时是修了一个叫做 宗教仪式学 超酷的哦 然后是在台大 然后我当时同组的 就还有什么 在海边的学校 但是不是你那个海边的学校 没关系 然后还有 就是也有台大本地生啊什么 就是各校的人 然后就非常的有趣 就大家可以聊聊待学生活啊 然后一起做报告啊什么的 哦 其实他也模仿成都像 就是待学分的夏令营 嗯 而且暑期的话 老师也会很轻松 嗯 就老师也会 也没那么严格 对 他也很好的聊天 整天都在聊天 我对暑假上课只有 就是我的室友那时候 暑期在重修而已 暑期要重修 因为他没过 可是你们重修不是下学期 就是同样的班表 再run一次吗 呃不是 因为他那堂课 太多 太多要重修 就是 快起吗 对 果然 对 果然 太多要重修 而且重置是他后来 就是重修到 他已经 他那堂课好像最后 重修了三次才过 这 我曾经说就重修一次 就是暑假重修 然后 暑假重修 然后那个 开学再重修 就是有点像大四去上 大三的课 再重修一年 然后还是没过 最后是因为老师 看不过学长过的吗 好 我不确定最后是怎么样过 但最后就是他已经到 就是出社会之后 还每个礼拜 我们是认识的那个人吗 是认识的那个人 是因为他那时候在家里上班 好猛哦 就是他是家里的 就是家里有公司 所以他等于是 一样是到大五上 然后修那门课过 对 真的好严哦 等一下他上了 他是有认真上课 但还是过不了 对 他有考到会计师制造了 还是过不了 其实我不确定 但是我只能说就是 我记得他上课上了很久 因为我们同事 因为我刚刚讲的时候 我室友其实我有两个 就是从高中一起住的 就是高中同学上来的室友 所以另外一个是因为中途 他休学了一年 自己去日本 去了一年回来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 等于说他本来就是 我们毕业的时候他才大事 对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 我们那个重修的室友 就回去跟他一起 继续跟他一起住 然后不然他那门课休完 就真的是 他真的重修了很多次 对 他真的很努力 你知道我能够听到他毕业的时候 我都是真的是欢呼 就是你才能成功毕业了吗 真的是公私毕业 那种感觉 对 好啦 就是除了属其休克之外 但是重修的话 如果能避免还是避免 对 其他无聊 重修真的是花钱 因为我也重修过 然后 再来就是 现在就可以谈谈 就是如果可以重啊 会想改变 像刚刚一学 就是希望可以学日文嘛 还有交朋友 其实没有日文 我那时候算是有 就是有把握好 只是希望可以 就是应该要再用更短的时间 就学到 我花四年才学到 我其实觉得应该 其实两年就可以了 只是因为我中途就是 说真的 系上有课是有课 学校也有课 但就是 都是那种浅浅的课 其实剩下的东西 还是要靠自己的时间 去把它学好 这样讲好了 学好 对 因为我N1也是 大学毕业后才去考到 因为我大学 第一次去考 好像大事的时候 第一次去考吧 就没过 我考了三次 你看 试不过三 第三次就成功了 对 然后如果说真的 希望可以重来的话 我可能真的会 好啦 我会尝试 多交一点朋友 多认识点不同的人 对 总会遇到一两个的来的 对 那其实说真的 我真的比较 那时候大学后 毕业后有在联络 真的都不是系上的同学 就是我之前 还有跟 曾经体育课 同 就是同一堂课 但不同科系 他们好像是什么气管 还是什么系的吧 嗯 就是我反而都是跟 非系上的人 但突然想想 虽然说我现在的工作 跟历史系一点 屁关系都没有 要有关也很难啦 但就觉得说 如果这个圈子 毕竟是自己 也花了四年学的东西 还是能多有点朋友的话 也还是不错啦 就是大家要 嗯 大家听到的 这语重心长的 希望可以 如果你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可以反思一下 对 所以你还可以把握住 你真的觉得 他们真的都没有用吗 讲没有用的难听 就是可能对你的未来 没有什么帮助的话 呃 呃 人 好 好可可 好 因为毕竟还是 应该是 都真的合不来 至少你们会有回忆吗 合不来不要勉强 但就是 哦对 大学真的是 人际关系洗牌很多次 对 合不来不要勉强 但就是如果能把握 就尽量不要流失 而且其实大学认识的人 很多就是 你当时留给他的印象 他未来有什么事 就会找你 对 对 像是 呃 讲一讲我得力的部分 大家会就可以听听参考 就比如说大学 我参加社团 就有担任干部嘛 那当时一起担任干部的人 可能就会觉得说 诶 那你有什么强项 或是他觉得你可能 会的事情很多 嗯 那以后如果接案工作 他可能就会 比较常的私讯你 问问看 这样子以后会变成是 对方会比较主动 来跟你维系关系 嗯 或者是对方 呃 在需要的时候 一时间想到你 这对大家其实都是算有帮助的 嗯 对 这部分可以把握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 少数偶尔会有联络同学 会来问我说 诶 东京有哪里的民宿好住 好笑 你知道就给人家那种印象 就是出国啊 因为我暑假就是一直 很努力的出国 好 对 好啦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个人会比较遗憾的就是 像我刚刚讲的 寒暑假 老实说我觉得可以安排的事情还很多 你已经很认真了 但是那是两个暑假而已 你知道四年有几个寒暑假 其实混的时间还是很多 顶多去掉最后一年 我都在实习之外 嗯 其实前几年真的要提早做实习 因为其实我后来到大四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朋友在实习 或者是已经是正职的单位 他就说 现在很多大一大二的弟弟妹妹们 对我们就是这么称呼他们 弟弟妹妹们 对 就已经在实习了 哦 其实蛮多人真的主动性很重要 嗯 他的履历就会比别人要年次多很多年 对 或者是到了大四的时候 就是我有一个班上不熟的朋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偶尔会喝酒 然后聊聊工作 非常的社会人 对 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大学出去的第一份工作 他的年次是算三年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从大二开始实习 嗯 因为他实习的时候也几乎算是在做正职的事情 嗯 所以等于他拿这个事情 就等于他有一个谈资 就是跟人家谈判的资本 嗯 你就可以出去应征工作的时候 你那可以算是你的工作经历 嗯 所以他等于他的起薪等同于有经历三年的人 哦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一起约出来喝酒的时候 就是几个朋友聊的时候 就发现的确 他的福利一定是比别人好的 对 对 所以这件事情在现实层面来讲 大家或许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 或者是老实说你们就算出去玩也很好 嗯 因为其实从大学毕业之后 人生已经没有太多 时间 到退休之前 很难有就是 这么自由的一段时间 除非你家资本额非常的雄厚 那是另一样别对 就是普通 多数人的生活来讲 可能就你必定会要被生活费追着跑啊等等的 你很难再放松下来 可以有这么自由的时间 可以去想想看你想做什么 嗯 那你就算是跟朋友出去玩 我觉得也很好 怎么样 你就是不要躺在家里 我大概也躺个两个暑假吧 对 就这次很可惜 我觉得其实能出去也真的蛮好 像我刚刚就再提一下 就是我不是有出去看舞台剧吗 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不是单就看舞台剧 就是因为我有因为看舞台剧而认识日本朋友 嗯 然后我到那时候去日本之后 我是真的会跟他们见面 然后可能你就整顿饭 就是要用日文讲 嗯 就其实对我来说 算是一个很大的 学习吗 对突破也是 而且还有一点是 我那时候就是 哦对 他是我的女神等级 就是你知道他就是很 就是我也喜欢一个 就是日本 他是很外话图的人 是我的女神等级 然后有一天 他突然就是回追踪我的推特 走不是愁开心的 就他再有一天 他就突然DM我 就是推特传私讯给我 然后跟我说 就是那个 哦就是我 我之后什么时候要去台湾玩啊 就是如果你有空的话 你方便带我去 就是当我的导游之类的 他也很勇敢 没有因为我们中途 其实偶尔有小聊天了 就是很少 但是有小聊天 就是很会 我会回他的推 然后他会再回复我啊之类 他就突然就 跟我说他要来 然后还画了一张图给我说 我会 几月几号我会去台湾 怎样怎样的 就 就很开心 对 就是真的 对我来说 就是算是一个很快乐的 但是同时又可以学到东西 因为我真的 因为那样 我日文口说进步超多的 好啦对 也是还是有帮助的事情非常多 好啦那我们今天整集节目 老实说 大学生活 势必也是会留下很多遗憾 就算你真的很努力的过了 也一定多多少少都会发生点事情 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对于还来得及的人 真的要趁现在去把握 再好好的反思 在你过去 在你未来要被绑架 在当社畜人几十年之前啊 你还有一点点的自由空间啊 你的入狱时间 还有一点点时间 请把握好你 入狱前的时间 那至于那些来不及的人 跟我们一样的 也没关系 你可以好好地回想一下 那些快乐的回忆 可能有些朋友 很久没联络了 该联络一下 可以吃个饭 对那如果真的觉得 太怀念的那段时间啊 那就是有点资本的时候 就辞职 去念研究所 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真的 好啦那我们今天其实也 也讨论的比我想象中要多很多的东西啊 对我们讨论了很久 那大家就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我们上台YouTube 好了我们讲这么多次 我要努力的上台到YouTube 等我们上台之后 应该可以 对上台之后 等我们正式上线之后 我们要上台到YouTube 那大家就可以跟我们留言分享一下 我们都会看得到的 那我们就下周 不一定同一时间 但是下周见啦 我是班 我是易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